美股板塊輪動反轉再反轉,隔晚納指回升逾百分之二,道指側微跌23點,恆指高開182點,最多曾升233點後快速回落。 早市已倒跌近150點,下午大致牛皮反覆,大市全日跌57點,收報26,169點,全日成交總額1671億元。 美團比亞迪阿里了見頂,科技股反彈,是已完成短線震倉,還是緊技術反彈,作為市場投機者,要快速應變,也要有一定主觀判斷,個人相信資產輪換未完。 圖表可見諸如美團03690及比亞迪01211等業滿喪星股已出現尖頂。 這通常是主要見頂指標。至於更弱的科技股如阿里巴巴09988側早已跌穿3月以來的中期上升通道。 見頂更明顯,換馬至資源股,除了炒新舊經濟股交替,亦炒將來通脹重臨,主要是疫苗出現後經濟重啟,過多資金印出來後追逐更有限的資源所致。 因此,中海由00883形市中線好倉穩膽之一。中國神華01088,水泥股以至其他煤炭股等亦應繼續增持,視乎市況發展適度增減。 科技股淡倉則較難決定。始終在資金市下,股票異升難跌,而且大使技術指標形處於升市中。淡倉極易被脅,比亞迪如做淡,昨日已打回原形。 美團原先的帳面利潤亦消失大半。潑科技股屬非常投機行為。個人則感覺科技股反彈難持久。潤地融創再在一匯。內房股華潤至地01109。融創中國01918加油回吐。 但中線技術仍然偏好。不必心急走人。看圖表炒衍生工具一向困難。要配合個人對板塊股份主觀判斷。如果沒有主觀看法。股價一日升一日跌隨時trade到失雲。如對內房信心不足。用較輕注科亦得。